就是那種我們跟你站在一起 勞工永遠是我們心中最短的一塊 拿到歷史最高票 然後上台之後呢 就開始砍七天架 什麼一力一休 怎麼在那邊開始搞起來了你知道嗎 就這種人啊 只有這種人才選得贏啊 呃 該水柯文哲的影片了吧 K神 柯文哲也沒什麼好水的啊 唉我就跟你講了 我跟你講最真實的是什麼好不好 這就是政治最真實的面 就是你不用管藍綠白 誰是什麼真正的什麼清流啊 什麼我跟他都不用在乎那種東西 因為我跟你講 玩政治的沒有所謂的清流不清流 玩政治最大的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玩政治最大的重點是要贏 懂嗎 你要選贏 你才有接下來的故事可以講 你沒有選贏 那就是什麼都沒有 這樣你們能懂嗎 所以政治 要玩政治第一個就是要贏 啊你在贏的過程之中 你在那邊扮演那個清流中立 那個不會贏懂嗎 你在那邊扮演什麼聖人 那個不會贏 我跟你講 檢討所有的那些政治人物說過什麼話 我跟你講 你仔細去檢討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啦 所以你只要看 你只要看這個人 專門在檢討某個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顏色是什麼了吧 我跟你講 有人對不對 一直指著柯文哲罵的時候 他沒有注意到他的四隻手指 都是指著他背後的人 比如說侯友宜或賴清德 柯文哲可能有說謊 柯文哲說得謊 侯友宜跟賴清德 基本上一定也說過或做過啊 沒有意義啊 去罵那些人就沒有意義 台灣就是一個民主這麼不成熟 選民數值水準特低的地方 你要跟一些低水平的人討論東西 那就沒有意義嘛對不對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NBA對不對 啊大家都是頂尖水平 大家都是打職業籃球頂尖水平的 才需要什麼 討論什麼戰術啊什麼的 你看那個什麼高架橋底下 那些打球的那些 誰跟你什麼檔差什麼的對不對 老子拿著球就自己玩自己幹 我跟你講台灣之所以會有現在 現今這種情況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歸根究底就是 人民水準低啊真的啊 就像那些 就像那個剛剛你們貼給我那個啊 什麼啊 行人地獄 什麼820 要什麼 爭取行人權益 幹那個真的是 他在那邊爭取什麼行人權益什麼的 這個議題表面上是行人權益 事實上就是台灣 所有的道路用路人的水準低下 你就看一樣的東西啊對不對 譬如說一樣的東西 譬如說一樣的制度 你讓行人的制度對不對 就是譬如說綠燈 我要左轉 然後我要右轉 然後日本是左轉嘛 對不對 那你同樣的制度啊 人家日本轉彎的時候 每個人都讓行人都好好的啊 啊你一樣的規矩一樣的制度 除了罰則不一樣 其他都一模一樣啊 啊為什麼人家日本好好的 啊你台灣人就一直撞死人 他就人民水準低嘛 我說真的啦 你台灣的用路水準不提高 就像那酒駕一樣啊 酒駕你罰的再重 也對人在酒駕啊 水準低就水準低啊 酒駕從 酒駕從多少 6萬還是多少 9萬 現在罰到十幾萬 啊會酒駕的還是繼續酒駕啊 啊你除非說酒駕 酒駕造勢唯一死刑啊 現場槍絕啊對不對 你現場逼吹出來有 送醫院 驗血驗出來有 那個醫院外就直接靶場槍絕啊 醫院外就設一個靶場 直接當場把它毀掉啊 不然你人民水準那麼低 你罰個司機二十萬 掉扣個駕照對不對 欸沒差啊 我無罩繼續上路 繼續酒駕 繼續撞死人啊 哼 主播等你推動詞法 啊不是啊上面才有一個人說的原因啊 你的訴求是人民水準低 怎麼會有人支持他們 對啊 啊如果我講這個實話 我說啊 是人民水準低 啊誰會支持我 不會有人支持我 而他們所謂的草流量的方式就是 假裝站在大部分的人這邊嘛 他就是跟共產黨的套路一樣啊 說我們是無產階級 我們跟農人跟工人 跟無產階級是站在一起的 對不對 事實上拿到權利之後呢 對不對 就跟農人跟工人 站在不一樣的地方嘛 基本上就是一樣的套路嘛 比如說什麼讓財產分配的平均一點 什麼什麼阿里布達的 那種人都不會出現啊 啊就是那種 欸我們跟你站在一起 勞工永遠是我們心中最短的一塊 拿到歷史最高票 然後上台之後呢 就開始 砍七天架 什麼 一利一休 什麼在那邊開始搞起來了 你知道嗎 就這種人啊 就這樣啊 只有這種人才選得贏啊 你真正看透事情表面的 譬如說 你真正知道為什麼房價這麼高 是因為熱錢 跟持物成本過低 對不對 你要真的改善 一刀狠狠的 要把持物成本過低這個問題解決的人 他絕對選不上了 就是要像那些演員一樣 哦沒有 我們會提高存房稅 我們會提高什麼 房屋稅 我們會提高什麼什麼 這些假的大屁話 你知道嗎 但事實上就是什麼 從3%調到4% 哦 就是 可能一年多個幾千塊 但房東會怎樣嗎 不會怎樣啊 他只要不死 他就會把那些價錢 全部轉到房客身上啊 就會全部轉到賣家 買方身上啊 然後房價還越來越貴啊 就這麼可悲啊 然後而且你說 你說好 我們一開始用這招 不行 那就換下一招 不是啊 他們這個漲稅 這個什麼 實價登錄這些爛招 已經用了好幾次了 每次用 每次就是 房價繼續漲 房東 或者是那個持有人 就繼續疊加 繼續疊加 繼續疊加 租屋一直漲 房價一直漲 租金一直漲 就證明他們這招都沒用 他們就繼續用這招在那邊騙 有啦 我們要蓋設宅啦 有啦 我們要 我們要這個 我們要弄池屋 那個 存房稅啦 有啦有啦 每次用都是一點點一點點 他根本沒屁用 你一刀不給他砍到劍骨 他就是 沒關係啊 我只要 我只要能 就是 他們是一個市場機制嘛 供需機制嘛 有人要買房 就有人可以賣房嘛 現在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嗎 你一刀砍不死我 好像 挖得我有點皮肉傷 沒關係啊 我就加價啊 只要大家統一步驟 加價 對不對 那些人就是 要買房的 就是得吞啊 就是這樣而已啊 所以那些很無聊啊 在那邊叫的啊 根本沒屁用啊 因為我就跟你講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要房屋 你要房價 軟性著陸 基本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這些投資客 炒房炒地的人 這些 拿熱錢炒房炒地的人 拿北京正準的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可能 會認賠殺出啊 那就是只能等房價硬著陸啊 主播你講那麼多 你現在有移民計畫嗎 有啊 我現在這個 準時 準時開始收看 鋼琴殺手的那個 我還聽影片 好好的研究這個越南啊 還可以順便的這個 學幾句越南話 阿扁很有料啊 上去 還不是上去屋 對啊 都沒有辦法啊 因為你玩不死那些 你玩不死那些財團 玩不死那些 建商啊 那你最後就只能 啊你都已經不可能達成你的理想 假設你當初上去你的理想是 喔我要施行這個居住正義 那你都不可能達到理想了對不對 你已經 你已經喪失那個目標了 那就接著就是 跟著墮落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啊 第二任通常都很危險 因為第一任的時候 可能都是 抱持著一些 理想信念上去做 然後可能第一任想做的時候 開始 黨內有不一樣的聲音 他說啊 黨內可能有一些人 收了那些 建商收了那些財團的錢 你不能這樣啦 你不能這樣啦 因為影響很大啦 什麼的 然後拖你四年之後 你再選第二任的時候 你就麻痹了 就啊算了啦 我剩下四年也做不了什麼 不如烏一烏對不對 不如爽一爽 反正都 反正都第二任了 都這樣啊 每個人基本上都會變成那個樣子 因為這就是整個環境的問題 那也不是什麼 那也不是什麼你想不想做的問題 如果有生之年有可能像日本防式泡沫嗎 我猜是一定會啦 但是這就是什麼時候會 我沒有辦法預測而已 那你這週五要來吃江五鴨嗎 靠腰勒 他媽的哪有人他媽7月25號在 7月7月底在吃江五鴨 在白爛喔 上火了再去找鋼哥銷火 嘿嘿嘿 弄哥應該吃法餐 他媽我最討厭吃的就是法餐好不好 幹我記得我之前 不知道之前去哪裡吃過一次那個 很像法餐的 幹我老實說法餐真的沒有很好吃耶 嘖 法餐就是他弄的那種 他就很炫技你知道嗎 把一些什麼甜的 就是把肉配一些什麼起司 然後配一些水果 就是又有甜味 又有鹹味 又有肉味 就很 你也是吃麵包超人嗎 你也是吃麵包超人嗎 第一餐吃那個 120 好像就換子來吃法式大餐 好像有點為單 對不對 吃了吃起來很奇怪 而且東西又超少 真的不懂媽吃法餐的 你老實在想 大家跟服務一樣蠢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 看完就走了 看完就走了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看個讚都不會 都機器人喔